我们刚刚看到这个都更的速度真的非常的缓慢 但是看在这个科技产业里面的这个PK 这个速度真的是要越来越快 那么宏达电跟三星两大饥荒的大战 将会从原本的隔空喊话 现在要变成了近身的肉搏战了 宏达电最新公告 本周开始台湾 伦敦和德国3D将会率先来出货 只不过这个货还没有开始卖 韩国媒体就先唱衰了 他们认为说宏达电没有一贯的形象品牌 是落败的主因 另一方面三星也圈了S Phone 4月将要开卖 号称了他们现在预购量 已经比上一代要多了四成 预购 预购 还是预购 不管是HTC还是三星 两大饥荒在通讯行的门口预购站提前开打 将在4月小如相逢 还是想要买HTC是国货吗 台湾 英国 德国3D 宏达电抢先3月底前上市 外传第一波上万只的配额已经预定已空 而三星也声称预购数量比上一代的S3 整整多了四成 比较夸张一点就像卖可乐一样 可乐其实配方都很一样 起司都一样 那他就有办法每年都买 然后又找出新的行销的点 那其实宏达电这方面是要再活泼一点 行销方面 行销再加码 宏达电除了找五月天代言之外 再度展现宣布 王力宏也将加入合体 延续新机的行销热度 而新手机最快27号就能到手 带动股价展开反弹 最高冲上248块 挑战250元的大关 但在此之前 外资野村证券认为 接下来先观察销售 美龄维持列于大盘的平等 而大摩预估第二季的EPS4.3块 但第一季恐怕面临亏损 宏达电来讲 就是说看它有没有办法区隔开来 就是说它让它的产品 尽量跟三星的诉求点是不一样的 那是就比较有机会 宏达电礼品再起 但是看在韩国媒体的眼中 却是难上加难 韩国媒体认为 品牌力量已经跟三星还有苹果 有不小的差距 而电信公司的配套合作 也不如其他对手有弹性 而品质问题跟着宏达电心中 永远的痛 新任行销长何永生 接受平面专访指出 未来宏达电的新策略 将改变为大胆真实好玩三大方向 而星期黄开卖的成绩 将是未来重要指标 东产新闻中文报道